俄罗斯的迪米特里红方选手是来自乌兹比特斯坦的塔格夫 迪米特里在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两手套 那么塔格夫呢是在半决赛强势KO了泰国储差 双方纷纷紧急决赛 哎呦再次后手打的迪米特里这个整个的支撑腿一软啊 今天塔格夫的后手拳啊真的是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 是的塔格夫今天状态非常不错 而且从定义上来讲 迪米特里是跟梁晓涛拼了三分回合 而塔格夫呢是以PO的形式终结的出台 所以在底上塔格夫会相对来说占一些优势 是的 看啊迪米特里的变化很快 在连续招受这个感受到塔格夫的这个拳法中压之下 改变了一些战术要不然贴得更近 要不然就把步子啊跳动得很灵活 啊始终游走到这 游走在这个塔格夫的攻击的范围之外 你看再次主动进攻之后贴得很很近 哇迪米特里在总决赛怎么软了下来 在跟梁晓涛对决的半决赛当中表现的是十分强悍 从这个体格上我看塔格夫还是在身高有些优势 是的 塔格夫在把迪米特里逼到绳边的时候一个飞机啊 直接造成迪米特里独秒啊比赛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